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好不好 从脸上就能看出端倪 演员贾静雯的婚姻可谓是一波三折 2005年贾静雯加入豪门和父少孙志浩结婚 所有人都觉得贾静雯过得很好 衣食无忧 以后只要安心相夫教子就好 没有想到孙志浩风流成性 婚后毫不收敛 甚至还家暴 不到五年 这段婚姻便无疾而终 离婚的时候 为了拿回女儿的抚养权 贾静雯和孙志浩多次对簿公堂 当时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贾静雯 面容憔悴 头发凌乱 颜面哭泣 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快乐的色彩 有的只是难以言喻的悲伤 后来贾静雯遇到了小自己九岁的修杰凯 再一次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修杰凯心疼她的过去 把她宠成了一个孩子 她会变着花样做饭给她吃 她会带她去看演唱会 她会带她一起出去旅游 她还会每天腾出时间陪孩子们玩 贾静雯的脸上再也不见了过去的忧郁 洋溢着满足又甜蜜的笑容 她用自己的微笑告诉了所有人 她嫁给了一个好老公 现在她很幸福 徐勒说心灵开朗的人 面孔也是开朗的 因为快乐每天都像是春风拂面 沉浸在幸福里 脸上总是泛着喜悦 婚姻如整容 遇到对的人每天都是容光焕然 遇到错的人每天都是面目可憎 好的婚姻让人灿烂 坏的婚姻让人腐烂 女人婚姻好不好看脸就知道 脸折射出的是生活的样子 也是婚姻的样子 所谓向游新生 婚姻幸福的女人一定是双眼放光 脸上写满自信的 只要在知乎里输入 父母婚姻对你的影响就会看到很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很遗憾这些故事大都是悲伤的压抑的甚至是绝望的 有个匿名用户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的父母感情不合经常吵架 甚至当着他的面辱骂对方 从来也不避讳他 父母吵架吵得最厉害的时候会大打出手 还会砸家具 从小到大耳朵里充斥的 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声 辱骂声 还有母亲的哭泣声 他的性格变得自卑 多疑和孤僻 他不喜欢和小朋友们玩 总觉得周围的小朋友都不喜欢他 经常无缘无故地哭 他的成绩也一落千丈 开始变得不自信 严重到抑郁 不断地否定自己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回家 也不敢看任何的眼睛 因为他总是觉得那些眼睛里 充满了对他的歧视和同情 仿佛所有人都知道 父母婚姻破裂 他就像是那株生长在阴暗角落里的小草 长大以后他很排斥异性 不敢跟异性有过多的接触 更不敢谈恋爱 作家溜溜说 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变化 简直像风湿病人对天气的变化一样敏感 他们的察言观色 首先就是从父母处学来的 婚姻好不好看孩子就知道了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地方 父母的相处之道 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孩子 孩子的表现上就能折射出父母的影子 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特别是原生家庭 对个人性格 行为 心理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并且会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 甚至会决定一生的幸福 我就认识过一个女性 感情非常的不顺利 也谈过很多次恋爱 我一直以为她对待恋爱的态度会很悲观 毕竟分分合合这么多次了 可是后来她告诉我并没有 她依然很相信爱情 对每一份爱情都有足够的热情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的父母感情很好 很恩爱 她妈妈四十多岁了 还会对着她爸爸撒娇 从她父母身上 她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爱情的美好 这就是父母婚姻对孩子正面的影响 因为父母的相处模式 是孩子最开始接触和了解 爱情与婚姻的窗口 父母恩爱是孩子的养分 父母的恩爱模式 同是孩子婚姻的榜样 在争吵中长大的孩子 性格往往更偏激 在冷漠中长大的孩子 性格更敏感 而在一个彼此认同 和关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更自信 更温和 婚姻好不好 看孩子就知道了 父母恩爱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寇乃馨曾在 《我是演说家》节目中 谈到和老公黄国伦吵架 有一次和黄国伦吵架 他气急了 一时失言 大骂黄国伦 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寇乃馨啊 你知不知道你离过婚 就是个二手货 黄国伦听完没有回嘴 而是转身收拾行李 走到门口的时候和他说了一句 乃馨 有些话是不能出口的 你知道吗 后来的三天时间里 寇乃馨都联系不到黄国伦 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不通 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人知道 他才意识到自己给黄国伦的伤害 到底有多大 幸福婚姻法则中说 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 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 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 夫妻吵架在所难免 但真正恩爱的夫妻 在吵架的时候都懂得克制情绪 不会恶语相向 吵架时是一个人最暴露本性的时候 他的人品底线 都会因为气氛而展露出来 如果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依然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那他的人品一定是有保证的 和人品好的人在一起 婚姻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夫妻俩吵架了 男人特别凶 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委屈 拎起包就要出门 这个时候男人从他手里一把夺锅包 大声地呵斥说 你老实待着 要走我走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了气呼呼的女人 那一夜男人彻夜未归 女人心灰意愣 早晨起来 女人打开门准备出去 发现男人站在门口满脸笑意 手里拎着他爱吃的小笼包 然后男人把他拽回房间 不停地道歉和认错 有时嬉皮笑脸 又是软磨硬泡 女人开始没有那么生气了 说我生气不是因为吵架本身 而是你吵架后的态度 你一个大男人因为吵架离家出走 这是我不能原谅的 这个时候男人对女人说 因为我不想让你出去啊 你一个女孩子半夜出去多危险 要出去也只能是我出去 无论咱们怎么吵 请你一定要记得 我是爱你的 听完男人的话 女人没有说话 拿起男人买回来的小笼包 大口地吃了起来 作者苏小成在 《爱一个人才有嫁课潮》中说 吵架是爱人之间常发生的事 有的嫁很伤人 有的嫁却可以增进感情 吵架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输赢 想要的是更多的关心 理解和体谅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婚姻好不好 看你们吵架就知道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 绝不会在吵架时失去理性 恶语相向 也不会轻易说分手 有人说吵架后男人的态度 决定婚姻的温度 爱你的人会在吵架后 主动示弱认错 因为比起害怕失去你 认错也没有什么 好的爱情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 而是红过脸之后 还能重归于好 让感情升温更高 前段时间在李诞的书里 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今时今日 敢结婚已经强过了大部分人 的确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恐惧结婚了 好像结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好像结婚就一定没有一个人幸福 其实啊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合拍的两个人 没有两个人是天造地设的 很多夫妻能够走到最后 婚姻依然幸福 有的只是彼此懂得体谅 包容和尊重 一个女人婚后美丽温柔 她的背后一定沾着一个 爱她疼她的好丈夫 一个男人婚后幸福又上进 她的背后也一定沾着一个 知性温柔的好妻子 所谓夫妻就是相爱一辈子 争吵一辈子 忍耐一辈子 余生 愿我们都能遇到对的人 被宠爱 被温暖 眼里有光 脸上有笑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新媒体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